这是开放资料关键字 其实蛮多的 政府开放资料目前好像好几万笔 你可以在这关键字找实价登录 里面就会有像CSV下载 其实就可以用以色列打开 你可以另存成以色列档案 所以马上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处理 至于还有哪一些 其实全部的资料一堆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自己找一下 马上都可以做出开放资料 就是做有三万多种 台北市政府的话有一堆 open data里面有一堆 所以你有兴趣的东西 等于可以在里面把它 就是再提炼一下 那就可以做出 有价值的那个资料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把那个 筛选总价把它做出来 但我是利用之前讲的介于 大于多少小于多少 那我这边用application 里面好像input box 不是input box 这个叫application 点input box 那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如果我今天输入的不是一个 那个数字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不正确 它会自己帮我挡住 不需要额外去做程式的撰写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在云端上好像也有放程式 其实我是直接从这个筛选总价复制贴过来改的 里面的话有一个叫input box 前面多一个application type等于1只能输入数字 OK 那优点是说它可以直接帮我过滤 然后因为我这边刚好之前有看到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找的房子是100万以上 可能300万以下 有没有房子呢 各时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好 然后300万 各时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好 它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查出来 介于100万到300万之间 有查出来了 不过好像我发现 这边如果是土地跟车位应该就要过滤掉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中华路二段好像尾巴有 总价好像100万 不过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民国57年到现在 可能应该已经 里面应该有住好兄弟 这个是北投等等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可以过滤找出你要的东西 当然相较之下 比资料库简单太多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动作 就等同是把以色友当资料库 来做应用 只是说用筛选功能 取代Seql语法里面的Slate Slate语法有一堆变化 只是说对一般来说还是太复杂了 利用这一套东西 好处就是可以快速的产生 我们需要的查询功能 所以针对地址 针对总价 甚至其他的部分 你也可以自己在客制化 那花的时间并不多 可是我觉得效益还蛮大 如果做防重的 是不是也应该要把它弄起来 弄起来的话 对来说就便利性相当的高 而且不只是这些Data 可能其他的Data 他也可以把它做相关客制化 OK 好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先把那个有关 就是所谓的资料的分割部分 单次 所以这个单次的话可以 结合input box 取得条件 但是缺点就是说他每次要输入 那如果你需要的是大量批次的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会再把单次查询 变成所谓的批次查询 所以下一次的话呢 请各位回去 应该可以先把那个单元 可能后面的单元可以先把它看一下 批次查询 然后呢 再来就是跟网路有一点关系的 再来就是可能再延伸到工作部的分割跟合并 所以这部分的话回去 尽量还是要多花时间 因为这部分实际上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另外的话呢 他的灵活度也蛮高的 所以请各位回去 多多花一点时间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可以提出来讨论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